來,5,4,3,2 這支影片呢,要來評比 在台灣賣的泰式奶茶 我會非常的主觀喔,沒什麼標準 我覺得好喝就說好喝 想要認真看這支影片的人呢,就滾開吧 先從顏色開始 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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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一看就不對啦 泰式奶茶要橘好不好 橘,橘色,橘色,橘色的橘 這一杯是兩個中文字的店 很水呢 去死 這真的沒什麼味道耶 這是來騙台灣人的吧 這根本不是泰式奶茶啊 再給他一次機會 嗯,還是一樣很難喝 這個呢 是四個英文單字的店 好想罵髒話喔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好奇台灣人 到底有沒有喝過真正的泰式奶茶 首先它一點甜也沒有 然後也沒有煉乳的那個感覺 很淡耶,幾乎是沒什麼味道 感覺就只是個水而已 因為泰式奶茶呢 它加了很多煉乳啊 糖啊 它會非常甜,然後非常的濃 好,就一起去死吧 拜拜 這一間是 要怎麼講才不會那麼明顯 它也是兩個中文字的店 然後 是一個XXX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太明顯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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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再頓B掉 哈哈哈哈 雖然沒有過關啊 然後也不是泰式奶茶 可是 比前面這兩個好喝呢 就是它雖然也沒有很橘 然後也不甜 然後也沒有煉乳的那個味道 可是它不難喝 哇 這不是他們的業配喔 哈哈哈哈 這真的不是他們的業配喔 哦 這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呢 本來就是想說 肯定是全軍覆沒 是嗎? 這個成語用的對嗎? 我中文好好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過關 可是喝了不會生氣 這個是 三個中文字的店 嗯 哈哈哈哈 Dosis 這三個都很水耶 就是完全沒什麼味道 這個是個 英文字母的店 它甚至會有一點點 那個怪怪的那個味道出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是也不出乎意料了 反正 我在台灣 都沒有喝到 很正宗 又很好喝的泰式奶茶 而且我真的搞不懂台灣人 一定是行啊 你們說什麼 不要喝那麼多飲料啊 喝飲料會太不健康啊 可是我們喝泰式奶茶 點多冰的時候 你們就會說 幹嘛點多冰 很不划算耶 加很多冰塊的話呢 可以喝的飲料就很少啊 就很矛盾耶 反正 都沒有很好喝啦 這一杯 是喝了不會生氣 這三杯 好啦就這樣 有太多人 那 你 先